夏宇童 夏宇童有著甜美的外表以及開朗的個性 也是各大綜藝節目的常客 近日她上節目分享到 自己曾有過交往近三年的男友 後來卻發現男方和她的好朋友出軌了 懷疑事情剛爆發時的狀況 她的閨蜜甚至難過哭倒 表示覺得很對不起夏宇童 可是自己真的很愛她的男朋友 一番言論讓現場眾人都無法理解 而當下夏宇童完全沒有跟當時的男友討論 就直接決定分手 表示沒關係你們就在一起吧 隨後便收拾東西走人 橫俐落的結束掉這段感情 事隔五年後她透過友人得知 這兩個人即將結婚 還發了喜帖給她 當時夏宇童心想 她敢發我也就敢去 於是就真的前往喝喜酒 還爆了6600的紅包 給前男友與閨蜜 不料婚禮上的回顧影片 卻出現自己的身影 看完才恍然大悟 完全知道他們跟我重疊的時間 到底是有多早 其實真的比我發現的時候還要再更早 他們可能就已經在一起了 因此她看完影片後 就直接離開現場連喜餅都沒有拿